大家好,我是A仔 馬良的生放送在10月18日播放完畢 大家終於等到頸刀場 F5禁讀佛誕的Mount Hunting Cafe 這個萬城查座終於出來了 所以這次趁這個機會 連同19日今日新的蛋池介紹 新馬、新卡 連同生放送遊戲更新內容 一次過送給大家 首先是新的轉彈 新馬是萬城查座 先講結論 萬城查座是厲害的 不過我不會在這個時候叫他做人權角 因為查座本身是長距離的專用馬 但遠距離的追馬就已經有黃金船 雖然是兩星但非常誇張的一隻馬 還有城田大進 就算不是追馬 而能夠跑中長距離的馬 其實在遊戲中基本一大堆 意思是有代替品 萬城查座是非必要的 但作為長距離馬 萬城查座絕對不是一隻弱馬 詳細說說 萬城查座本身的適性 還有長距離A XA 中距離B 要改成A 其實很簡單 但如果你放在這裡不改 其實是更加容易透過青春杯 這個魂爆 就能學到這些長距離技 所以如果你練長距離的話 就留著它 不要改 另外 萬城查座是目前唯一一隻 30%的加成就全部放在內力上的馬 比起傳統20%加成的長距離馬 應該更加容易練過千內力 完全是一隻長距離向的馬 技能方面 故有技比較有趣 這個Anatao Oikate 中文意思就是 我要追上你 文字的介紹 就是說 去到賽程的後半 在馬憑中間 為了要追這個朋友仔 他會慢慢提高這個速度 同時就令到前方其他的馬 就怕退縮起來 實質的條件和效果就是 當賽道跑到50% 第四至第六名 拿九人賽計算 第四至第六名 提高這個目標速度 同時降低前面馬糧的速度 應該是前方的所有馬 提速提到多少就和黃金船同級 而減速前面的減速 看數字是0.05 是白紅技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很少很少的 但時間就比較長 降速可以說是BONUS 但可以提速就相當不錯 而且留意這個故有技 是後半之後的所有位置 去到尾款加速之後 其實你都可以開到 開技就明顯比黃金船2好多 至於其他的技能 其他覺醒技 首先是這個金回復的覺醒技 RELAX 這個技能理論上是廢技 RELAX的發動時間就是尾盤 如果看內馬就FACE 2 其實就是承換豪腳發動的位置 因為尾盤耐力不足夠 你充不到一次 其實再開回復技 即是在那時候開回復技 即是在那時候開回復技 其實就沒得夠了 你加速 被人慢半拍 其實就已經是輸一大截 這個技最多只是給你 不會最後臨尾衝線之前 跑斷氣 然後變換步跑 所以這個金回復 除了你真的想去競技場拿分之外 要不然就不要浪費技能 沒什麼意思 但是另外一個覺醒技 就相當不錯 這個紅技 Stamina Grid 是Stamina Eater 的上位版 發動條件就是中盤跑到第五名之後 可以減前面所有馬的耐力 然後回復自己的耐力 減多少 跟這個白紅技是一樣的 即是這個Nice Nature Hapolinami的三分之一左右 回復等同兩個一般白色藍技 大約是一個金藍技的一半多一點左右 另外留意就是自己回多少體力 就跟你前面吸多少人是沒有關係的 就不是說我排第九名前面八個人 給我一下吸到滿 不是這樣計算的 回復多少是定量的 雖然就不是太多 不過都不無小補 而且中盤在後排基本就可以發動 發動機率是不差的 Stamina Eater 本身可以靠這個雲爆長距離就出現 成功打折的話 其實都不是太貴的 至於其他技能 有這個魚之日 還自帶登山家 另外比較特別 就是萬城茶座在浴城的時候 會根據自己贏多少場的長距離賽 就會送技能 贏2至3場 耐力加10 送這個長距離直線Lv1 如果贏4至5場 耐力加10 耐力加10 耐力更勝加10 送這個長距離直線Lv2 如果贏6場以上 耐力加10 耐力加10 技能點 給你多10點 然後送這個長距離直線 以及彎道Lv2 這件事在昨天的三放送的時候 也有特別提到 在浴城故事 查諾自己會跑4場的長距離賽 如果想拿齊所有 bonus 就要自己額外跑多兩場 未必一定要G1,G2也沒問題,但覺得值不值得就自己決定 另外相信大家都最關心的就是這個萬城茶座在天平杯到底可不可以用呢? 答案是可以的,但要改追,因為叉馬在京都3000米,加速就相當不穩定 論實際操作,肯定是被追馬劣勢的 所以一定要改追馬,然後就要學直線一氣,再自學兩個金回復 可以考慮這個圓弧,當然圓弧一定的,又或者是不屈之心 如果不想放這個胡啦啦根性卡,也可以學QDOWN 但能否成功發動,祝你好運 如果想用這個金熊去搏回復耐力,當然可以 不過留意,這個回復量就不是金回復的等級 所以耐力要再練多一些,又或者自己再學多的金回復 其實會比較安全一些 但是萬城茶座,它最大的用途就是對其他馬帶來威脅 特別是如果你整場有兩個萬城茶座出現的話 等同你在中盤就吃了三分之二的八方 其實也挺傷的 而且特別是這隻馬,它在中盤就發動,不同八方 在尾盤才發動 因為在尾盤發動,其實你已經是加緊速的了 意思就是說你最多只吃完八方之後 就令到我在這個終點之前變換步跑 你是不會影響我彈出去加速的 但是如果你在中盤吃這個技能而令到你耐力不足 就會令到你無法在尾盤的時候即時加速了 這對追馬來說其實也挺致命的 因為追馬進入到尾盤的90米直線 就要爆直線一氣或者迫影 如果你爆不到的,你就要等到最終直線才爆 其實你一定輸了 所以就變成這個技能對所有的壓耐力壓到很邊緣 例如只有900耐、950耐力等這些馬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如果硬吃兩個的話,其實你是很大機率 如果你是耐力不足夠,你在入到尾盤加不到速 你一定輸了 意思就是大家在練馬的時候,耐力就最好提高一點 接下來就支援卡了 SSRO的耐力卡的Nakayama Festa 中山慶典 以及SRO的根性卡 Ciribus Symboli 這個天狼象征 同樣,首先講結論 卡面是漂亮的,特別是天狼象征 但是要不要抽呢?就不太建議 首先,SSRO中山慶典是一隻中距離的叉馬卡 叉馬技都相當豐富 有齊版神牆和中山牆的六技 還有復兵和盜惡 如果只看技能來說,都相當不錯 至於金技能,缺死之覺悟 是最終直線的提速技 由於有這個位置判定的關係 其實某程度就比全身全靈容易開 但是要留意,就不一定比 有機會阿基媽聲 另外,張卡本身訓練的效果都不差 特別是4特之後就開Cringling Bonus 去到10 訓練能力其實跟超級小海灣應該不是差很多 不過,你問到是否一定要抽呢? 不是的 由於這個中距離其實在目前就不太需要耐力卡 加上青春杯,要練耐力都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再加上現在有這個理事長的友人卡 所以變了目前是沒有必須要抽的需要 至於這個SRO天狼象徵 根性卡 呃... 算吧 那就不要特別期待了 不如我們就 skip 了去不說這張 好了,所以新轉彈如果你想抽的話 就會建議他抽這個曼城茶座 不過同樣,再說一次 我就不會說這個曼城是人權來的 特別是由於他真的不是一個很必要的馬來的 你不抽其實是沒有損失的 但是如果抽到回來的話 一定是可以在長距離發揮一個很大的作用 好了,講完轉彈了,其他方面又怎樣呢? 在三放送那裡 不過有樣東西就失落 竟然就沒有這個新主線劇情的介紹 因為對上一次的新劇情 這個Narata Byron 都已經是七月份的事 距離現在都有三個月 不知為何還有 不過,九月尾繼續有這個劇情活動 今次的主題就是晚秋 這個炸指響 所謂這個炸指響 是一個日本能樂的表演 既然是這樣,當然就是秋天祭典的意思 內容包括這個劉的馬和鳳立帽 所謂這個劉的馬是騎馬射箭的一種 官方也透露了 這個十月尾活動的主角馬 就是黃金城和雪茲美人 雪茲美人是真的有點驚奇的 由於這隻馬本身還未實裝 不知道是不是要第一隻 未實裝馬 然後就首先實裝了換裝 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到時候 稍為期待一下 除了這件外 還有這個 Trader Senggakuen 這個新任務 第二彈 大家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 大家可以在遊戲裡找到 但比較可惜的是 竟然沒有送券 只是送一大堆旗 完成任務就只有300隻 有點失落 不過某些比賽 例如短途賽和泥地賽的期 其實相信大家都蠻缺的 直接送你30隻旗 都可以節省一大堆肉成的時間 和這些緩領的ポイント 都算不錯 之後繼續就是這個 G1比賽的Campaign大贈送 10月24日就是這個菊花上 31日就是這個天王上抽 每個比賽到那天都會送5萬給你了 而且還有對應的簡單任務 各位如果缺錢的話就不要錯過 做完 最後還有這個 未來的系統更新的預告 首先第一個是Music Box 可以隨便聽歌 現在馬阿良有的MV系統 可以翻看舞台的跳舞 不過如果想聽好像 練習比賽時的歌 現在是沒有的 未來如果有Music Box 相信可以翻聽了 第二個的內容就是 未來會更新 這個比賽可以用橫畫面來觀賞 現在在浴城的時候 賽馬其實只有直畫面 相信大家都肯定覺得 就好像差那些東西 如果可以好像主線故事 可以橫畫面來觀賞 臨場感一定是可以增加不少 不過個人希望 除了這件事之外 如果可以再加一些鏡頭 因為現在只有兩個鏡頭 第一個是全自動 第二個是追死一隻馬 始終都是差一點的 第三件事就是練習技能 可以讓自己育成的馬 出去跑練習賽 到底是什麼呢 暫時不太清楚 但是我猜 相信可能是另一種 自己開訪比賽的一個新的模式 可能可以調整的東西 比較多一些 但詳細來說 就要等未來更多消息才知道 以上就是今次十月的生放送 以及新蛋池 新馬萬城查座的所有內容 今次這個影片的製作 比過去就比較簡單 希望可以稍微縮短這個製作的時間 能夠更加緊貼馬良的資訊消息 去帶給大家 最後一樣 如果我有說錯的 又或者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方的討論區留言 如果覺得有用的 歡迎點贊 訂閱這個頻道 和按這個小鈴鐺 我是A仔 我們下次見